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兄 这个方法真能映射出洞吗 令主的计策不会有错 各位江湖同道 本派门徒卓一行 行为不谨 勾结于罗刹 残害同道逆施派门 当真是罪大恶劫 以本派门规 当立即吹脚刑 以正视听 来人 行行 小国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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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他 你快走 不行 我不能走 霓裳 你为什么不走 你明知道他们是有计谋的 一航 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 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这又何苦呢 欲罗刹 这下你插翅也难逃了吧 谁说呢 放箭 放箭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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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 这下惨 我们该怎么跟令主交代呢 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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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 这下惨 我们该怎么跟令主交代呢 快走 妙悦 这你要死了 你怎么运气冲破我兄弟的八脉 你想要把他意思是不是 你懂什么呀 别忘了我是神医 这小子的奇经八脉 已经被人封死了 显然是失去武功 又被人吊起来 弄得昏迷不醒 我不先预期冲破他的八脉 他怎么活得了啊 妙慧春 你说什么 你好像被废了武功 看样子很像 小师傅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兄弟只是一直气愤昏迷 只要挡脱他的心脉就行了 你放屁 要先冲破他的八脉 你才放屁 冲破他的心脉 八脉 心脉 八脉 你放屁 你才放屁 蜜蜜 肖肖 你就听妙慧春的 先冲破他的八脉 好 好 好 我就听你的 快 话收了钱的哦 你要是把我兄弟依死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我要叫你跟妙慧春 变得敲辫子 以后 以后 一行 许压 咱 爱好 一行 解 好 你别急 他只是心虚体弱 昏睡一会儿就好了 少少 怎么样 还是我这个神医比你行吧 走走走走走 好啊 你们真是没用 集合了数个门派的人 竟然还让御罗刹逃走 回令主的话 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他们会出此奇招 实在是令属下们事料未及 住口 不要再用任何的借口来掩饰你自己的无能 立刻在方圆百里之内布下暗装 一定要抓住御罗刹跟卓一航 滚 是 是 启禀令主 门主有请 娘有何要事要吩咐孩儿 吩咐 我还想骂你 听说抓御罗刹的计划有失败 是白痴道人他们太无能了 不要怪别人 你是魔鬼门的令主 又是我红花鬼母的儿子 绝不能推诿责任 这不是我魔鬼门的作法 那娘要孩儿如何处理 你比你那死去的爹要聪明百位 这种事还需要问我吗 我只要拿到白玉凤凰 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会插手过问的 这白玉凤凰里面 除了我们收买人的名单之外 真的有玄天真经跟元朝大汗的藏宝头吗 玉罗刹那个死鬼师傅跟我是姐妹交的 他不会骗我 不过他为什么没有把白玉凤凰的秘密 告诉玉罗刹 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很纳闷 所以我要你尽快地把白玉凤凰拿过来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娘你放心 孩儿一定会亲自将白玉凤凰拿来给你 不要再拖延了 娘的抓骨神功已经快烈城出关了 到时候一定要拿到真经跟藏宝图 协助我女真人早日进军中原 完成建国大议 是 我一定会在近日之内完成任务 最好如此 你先去吧 是 我一定要早日烈城抓捕神功 是 一航 你觉得怎么样了 不要碰我 你的心还在恨我 恨 我谁也不恨 我只恨我自己 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是杀你师父的凶手 你跟潇潇 既然能骗我说亲眼看到青松道长 遭人杀害 那我师父的死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欺骗我 我真的是亲眼看见青松道长的尸体 我也没有想到会被他骗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 不会相信 我只求一死 你不应该救我 死了就什么恩怨也没有了 歌 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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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了 遍遍遍遍遍遍 aquellos 可惜我已经没有丝毫的武功能杀你了 你的武功真的被废了 都是那个白石老道跟你大师兄害的 我会替你报仇的 报仇 你已经杀了我师父了 现在还要去杀我的师叔跟我的同门师兄弟 恋你伤 你是不是要毁了我武当里才甘心呢 你恨我 你不信任我 那你走好了 如果你要是再被抓 我不会再去救你 我本来就不希望你救我 恋姐姐 我跟赵希哥 租了几个小菜来给你吃 还有一些补汤是要给卓兄喝的 小师父 我那兄弟呢 他走了 走了 卓兄上司海边复原 他会去哪里呢 恋姐姐 你跟卓大哥吵架了 他恨我 他不相信我 他要走 我还留他干什么 完了完了 你这样一吵 他一定回武当山送死去了 王兄弟 你好好看着我小师父 别让他乱跑了 我去找我兄弟去 你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 也让我最沉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兄弟 兄弟 兄弟 你上哪儿去啊兄弟 小小 我跟你还有御罗刹 已经恩断情绝 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你等一下 你说什么屁话啊你 结伴是天长地久的事情 怎么可以任由你说断就断 我真的无法面对你跟御罗刹 我 我现在只是一个废人 我求你 让我回武当去死 至少我死了 我还可以做一个武当的鬼 兄弟 你是脑子坏了是不是 我不会让你这样回去送死 小小 你不想让他死在武当 那我们就让他死在这里好了 你这个装死骗人的鬼道是 有我在你想杀我兄弟 你也是做梦 走 兄弟 你今天是救不了他了 上 郑兄 我挡住老药 你去抓那个叛徒 卓一航 今天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快 兄弟 快走 兄弟 快走 我来对付他们 我来对付他们 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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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那边抓点个派途 快追 回去了 多一航 你还想跑 大师兄 我回武当就是想死在师父的灵界 你要杀我的话 动手吧 好 我就挖出你的钱 回去祭奠师父 我是小兄弟 你这人也真奇怪 生死乃人间大事 你居然不放在心上 你是什么人 竟敢管我武当派的事 原来是武当派的人哪 就凭你们这些小角色也配问本姑娘的名字 你们最好赶紧滚 要不然惹火了本姑娘 我让你们统统去见阎王 你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金粮 敢这么狂妄 本姑娘 勾魂长 你是毒娘子 不错 本姑娘就是六亲不认的毒娘子 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号 还不赶快滚 嗯 毒娘子 我武当派与你肃无怨仇 你为何要插手管闲事 我高兴 我喜欢 你管得着吗 还不赶快给我滚 是不是想试试我的勾魂长啊 嗯 好 这个愁我耿少男一定会躺回来 走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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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好 我没事 你是哪一派的人哪 怎么会跟武当派结院呢 多谢你拔刀相助 我卓一行 只要一日不死 一定报你的大恩 你这个人真奇怪 我救了你 你就说声谢谢就走了 那你还要我怎么样 至少要告诉我 你是怎么得罪武当派的 我是武当派的叛徒 你刚才大可不必救我 这可就怪了 我毒娘子踏遍大江南北 从来没有救过人 第一次救人反倒遭人埋怨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小兄弟 看来你伤得不轻啊 要不赶快医治 后果不堪设想 不用了 本姑娘天生就是怪脾气 你想死 我偏偏不要你死 小心点 来 你赶快吃了这两颗还魂丹 暂时压制你体内的伤势 我到雪山寺替你偷灵芝鲜果吃 那鲜果乃人间奇品 看你现在的伤势 如果不用鲜果治疗 恐怕会伤众而亡 我们萍水相逢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 一心想死的人 我独娘子偏偏要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让你回心转意 一心求活 恐怕你会失望 这样吧 我吹吹小曲儿给你听听 等你睡熟了 我再去给你偷灵芝鲜果吃 回来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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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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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爹 我的小师傅呢 他 他出去了 世郎 是 是不是他 怎么叫他出去了 练节他要走 我们也留不住他呀 不是啊 我跟你们说要看着他 他不管我哪儿逗 你们得拦着他 算了 算了 我看你们也挡不住了 那你找到一航哥了没有 别提我那白痴兄弟了 我现在就赶快找了我的小师傅 要不然我的兄弟就真的要敲面子了 不行不行 什么 你是说卓一航被毒娘子救走了 是 奇怪 这毒娘子一向在江南 怎么会突然跑到我武当山来 二师叔 我看我们应该洽办人手去搜山 卓一航身受重伤 绝对逃不远 不 卓一航现在是个废人 迟早会落住我们的手中 现在还是先抓御罗刹要紧 师叔查到御罗刹藏身的地方了 如果我不知道 会要大伙先去抓他们 你好 难道我们真的是 无缘就此分别离吗 如果真的是分别离 为什么老天又要让我们相逢呢 杨 你是谁 在家慕容中 因为行山路困乏 虽想进来歇一晚 没想到冒犯了姑娘 请姑娘不要见怪 这是我私人的地方 你要歇息 到外面去 是 我这就去 请姑娘恕罪 刘罗商 我知道你在里面 聪明的话赶紧出来投降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 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 请姑娘 外面好像有人要找你寻仇啊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免得你惹祸上身丢了性命 你再去找我 你走吧 允罗商 你再不出来我真的要放火了 允罗商 你给我出来 允罗商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给我投降 也许我能让你死的时候 少受一点活罪 臭道士 小心说话闪了你的舌头 你们诬陷我 暗算我 难道就真以为我不敢灭了你们武当派吗 允罗商 没想到你这个小妖女这么快就另结新欢了 不知道我那个叛徒卓一航的心中作何敢想 闭上你的脏嘴 旧爱新欢 关你什么事 你们要杀我就冲着我来 不要伤害不相干的陌生人 闭上脏嘴的是你 今天我不管你交不交出卓一行 你都别想给我活着下身 上 上 特别乱 特别乱 我 是吧 阁下 什么人 在下慕容冲 只是个无名小卒吧 慕容冲 我不管你是哪个门派的 不过贫道奉勸你 最好是少跟这个小妖女在一起 免得丧失你自己的性命 咱们走 走 走 没想到公子还是个武林高人 多谢相助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是江湖中人应有了行径 倒是姑娘与武当派为敌的话 恐怕后患无穷 这样好了 在下正好无事 可以陪姑娘下山 免得他们再来骚扰你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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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武当山里的贵儿子下山了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这嫂子谁啊 在下慕容冲 冲冲 这 这 这个名字怪怪的 我跟你讲啊 不管你叫什么东西啊 你最好离我的小师傅远一点 你懂不懂 小小 你不要无礼了 我 刚才多亏了这个慕容公子拔刀相助 正要陪我下山 拔刀相助 你要快点武功啊 好 我们进一步说好不好 你没看这小子眼睛里透着邪光 绝对不是个好东西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懂了吗 这位前辈游戏封城惯了 请你不要见怪 好 没有关系 只要是姑娘您的朋友 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 我都不会生气的 我说你这个冲不冲的你啊 你这个这个这个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我这个小师傅是我小兄弟的心上人 你不要再讲些花言小语 眼睛里透着爱慕之光来勾引他 你懂不懂我这个意思啊 小小 你不要乱说话 我哪有乱说啊 你没看见他刚才的眼神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有事有事当然有事了 没说我找你干什么呢 还不说我这白痴兄弟的事 我看见武当山的人下山来找你 我就知道他已经被抓过武当了 咱们要是不救他他马上死定了 你懂吗 救他 救他 救了他他还是不信我 他还是要去送死 为什么还要这么白费力气去救他 小师傅啊 我那个白痴兄弟现在是头脑不清 语无伦字是不是 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跟他计较什么呢 我这么说好了 你要是不救他的话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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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命了 这样才能想你心中之气吗你 是不是 救他 是不是要跟那个人说两句话 姑娘 如果你们两个有急事就赶快去吧 还是救人要见 公子失陪了 什么叫失陪 你什么时候陪过他了 你怎么说话呢 走 这儿里的 去 义航哥 是我 小蝴蝶 义航哥 义航哥 你醒醒啊 一航哥 小蝴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跟踪独娘子 飞来救你的 你是不是来娶我手机 回去报宫 一航哥 我是特地赶来这边救你的 你还这样说我 小蝴蝶 原谅我 我现在心智已经迷惑了 我不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既然这样 我们就赶快走吧 趁独娘子还没有回来 快走 走 不行 你救了我就是犯了门规 我不忍心 见你跟我走上同一条路 我才不管犯什么门规呢 我只要救你就行了 走 师妹 别说了 快走吧 来 尹航哥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会儿 尹航哥 你的伤不要紧吧 我只是没想到 堂堂一个大奶人 武当派最有前途的弟子 竟然竟然像个废人 被人悲来悲去 你不要这样子吗 二师兄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医好的 你不要气馁哦 师妹 你不用费心 我的伤势不会好了 你走吧 你说什么啊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就算你把我的伤势医好 我还是会回武当 接受门规制裁处死 师妹 你又何苦为我受罪 一航哥 从小 我的脾气就不好 师兄弟他们都讨厌我 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 保护我 照顾我 虽然 这次你为了跟那个小魔女在一起 犯了罪 但是罪不及死啊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照顾你的 一航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 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 一航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的心好痛啊 那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拿点水给我 你要喝水啊 那你不要乱动 我去帮你拿 马上就回来啊 不要乱动哦 一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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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大燕 一航 Communications 小兄弟 林芝仙草我给你倒来了 小兄弟 小兄弟 奇怪 他上哪儿去了 好热啊 打起来了 呦 白氏姥姥带了好多人来 我看到你儿们危险了 你是什么人 竟敢带我武当来杀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我来是为了找卓一航 你最好赶紧把他交出来 要不然本姑娘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 卓一航这个叛徒已经被你救走了 你还敢来这里要人 什么 卓一航他没被你们抓回来 他真的不在这里啊 你到底把他藏到哪里了 小师傅 我看我那兄弟啊 真的不在武当 既然他不在这里 那我就告辞了 慢着 进来了 就别想走 白石老道 你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如果你想让这些弟子 死在我的勾魂毒针之下 薄姓你就试试 二师叔 玉楼茶可能会在这里出现 咱们还是别激怒他比较好 怎么样啊 你别太得意 我坦白告诉你 我不想让你的心血 玷污了武当神殿 今天我就饶了你 下回再让我见到你 我保证让你写进武步 小师傅 他们都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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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怎么不告诉我呢 什么事都放在心里面 这 这 你是谁 不要问我是谁 告诉我 卓一航在哪 哦 看来你是卓一航 这小兄弟的红粉知己啊 快说 他人在哪 你是怎么遇见他的 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过我跟他的事 你就不用过问了 你要是不说 我就杀了你 姑娘 瞧你像个天蝎美人似的 说起话来杀气腾腾 我独娘子这么多年来 还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真的不说 我独娘子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我倒要瞧瞧 你要我独娘子怎么样开口说话 好 你是玉罗刹 不错 啊 这下可巧了 你在北我在南 今天第一次见面 你的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不要多说废话了 卓一航在哪 你要找他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他的伤很重 活不到三个月 你赶快设法找他吧 诶 独娘子 最近可好啊 小小 你这个老神病还没死 我这个老烂命哪那么容易死啊 但是独娘子你是越来越独了啊 你呀 是越来越肖肖了 你看看咱们俩感情是越来越好啊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卓一航他人在哪里啊 连你这个老神经病也在找他呀 真是奇怪 有的人要杀他 必有人想救他 不过老神经病 你如果见到他 麻烦你通知我一声 我好给他服下这灵芝仙果 给他疗伤 这 你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啊 小师母 我的小兄弟的 小小 一航重伤在身 他能去哪啊 小师父 你先不要着急嘛 我那个兄弟绝对不是个短命鬼 他不会敲辫子 我们只要仔细地找 我们认真地找 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走 我们去找他去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 小兄弟 你在哪里啊 小兄弟 按照我的推算 娘的抓捕神功 应该已经练到第八层了 已经练到第九层了 一旦练成 我一碰人身 就将它化成白骨 只要为娘的一出关 就是天下第一人了 五湖四海将只有我红花鬼母 唯我独尊 孩儿正在期待这好日子的来临 乖儿子 原来在皇宫之中有正贵妃为你撑腰 现在登基的是个小皇帝 不知道你又收买了哪个贵人呢 孩儿收买的是当今登基小皇帝的奶娘克氏 他跟魏忠贤两个人 把持朝政 一手遮天 只要等我们再抢到白月凤凰 然后找到元朝大汗的藏宝图 我们女人就可以长驱直路了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赶快把白月凤凰给我拿回来 娘 你别急 欲和差 已经在孩儿的手掌心了 我一届 我一届 小兄弟 你好 小兄弟 小兄弟 你好 你好 小兄弟 你好 你好 小兄弟 你好 你好 小兄弟 你好 小兄弟 小师傅 小师傅 你 大爷 你看看吧 咱们整天整夜地赶路 你也不吃也不喝 我看还没找到咱们兄弟之前 你 你已经病倒了 一行人受伤 现在又没有武功 想到现在这个情况 我的心里就难过得要死 如果他要是被武当派的人抓住了 他一定会被当场处死 要不然 他就会自己做一个了断 你说 你想到这个情况 我怎么能吃得下睡得着呢 小师傅 我看你人不对劲了吧你 你先坐下 先坐下 先坐下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找点喝的 你坐在这边别乱动 我马上回来啊 一航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杀了我 请你不要再这样子折磨你自己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心都要碎了 杀你 我是曾经要杀你 但是我下不了手 现在我真的恨你 想杀你 可惜我今没有丝毫的武功能杀你 你好 你为什么就想不通呢 我真的是被人陷害了 我们真的相爱 你却不相信我 为什么 你不相信我的话 是你啊 叶姑娘 原来是你 好 这天下真小 居然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你 上次元首 多谢相助 区区小事 喝足挂齿呢 对了 姑娘 你要找到那个人 不知道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 看姑娘这么着急 想这位兄台 一定是姑娘你的亲人 姑娘 你没事吧 我看你脸色苍白 一定是体虚气弱 我有个朋友 在这附近有个宁静的水月轩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陪你去那儿住几天 休养身体 好吗 不用了 我在这儿还要等一个朋友呢 没有关系 我可以把地图刻在树上 他到时候可以按图来找啊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 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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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里边请里边请啊 哈哈哈哈 小兰 不去招呼客人端水送给谁啊你 还不是你一个喝醉了好几天的大哥哥吗 什么大哥哥 是个醉鬼头 爹 给我 你呀 给我好好招呼客人去 快 你到我这野殿里才两天就醉了十几次 你把张结了 要不然你醉死了我也不管你 老白 实在很抱歉 我身上没钱 你看着办吧 你 你純心想白吃啊你 没钱付账我打断你的腿 随便 不过要用力一点 最好把我两条腿都打断 要不然把我吊死 那我更感谢你 喝 喝 喝 别喝了 你不想活了 再喝我打死你 好啊 最好请你快点动手打死我 你 你 然后我后站一直 让野狗把我给吃了 让我能够为我所做的错事赎罪 看样子啊 你好像也是个伤心人啊 我不打死你 这以后你就在我这野殿里打工吧 还债啊 随便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没名字 你不想说就算了 这样吧 以后我就叫你发财 图个吉利怎么样 酒啊 就别喝了